各位探導師,各位藤學,大家好! 我是吳浩,我今天要讓你們的題目是 書信,請看 書信在這次面談到愛而來,為原本大家生活,增添請問 不論它來自何處都讓人歡喜,也許是史書雙譯,談的也不過是生活所持 然而,點點滴滴,卻是平凡中的真滋味 不常決斷,書信之所以能扣勸新鮮 故人是基於雙方身後的情意,也有於自理行間的政治 真摯,造作不虛偽,尊重自由它的光彩,因而十分迷人 書信是溫柔的藝術,寫性的人又亂拍一彈性的對象 雖然,雖然不明在眼前,而在千里之外,然而,心中的情欲得以意圖為快,意識人生的樂事 通過評斷,雖然不必自身懲處,但到底始終轉壞,總有堅銳對立,也逐漸趨於廣課 多加了一本快手後道 書信的測試,在於可以一讀再讀,被迴想念朋友時,便把他寄來的信,翻找出來重讀 都是無辜人的快樂 今次的電話,雖然變結,即刻就能知下對方的反應 人兒,劃出水風,隨而飄散四方,在於無蹤跡可取,想冒催也大有困難 所以,我常珍藏書籤,淋試時隨手翻閱 今夜可以看出自己成長的問題 兩個階段,看誰的時教最多 當然,也有眾生不予的勇意 其實,已經無手足至勤了 獨性的實驗,有時像茶班的清分 有時也像糖果的甜蜜 更多的時候,則是會為時代振用 雙人已在直覺,難以忘懷 有朋自圓方案,故事人間樂事 能得知遠港朋友的事情 又何嘗不是令人開心的事呢? 每一封冷信,都像是一朵小畫 正放在人生的花魅力 美麗了我們的世界,也封引了我們的心靈 因此,我常喜歡坐在書桌前,給朋友們寫信 細心是說,我生活中的悲喜 以及我對他們的深深的寫念 我的黨讀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六號請上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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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